差不多10點左右 就打撲克牌聊天 路數街頭一夜 果然等待是值得的 因為自己排在第一位 說什麼都要等下去 iPhone 8 15號開放預購 各地都在搶 看看台北市三創滿滿人潮 就知道i8有多夯 各大電信業者也推出方案搶客 以台灣之心來說 月角1899元 榜約30個月 購計價5900元 中華電信和遠傳 則是分別推出舊機換新機方案 分別折扣1700和1800 台灣大哥大也推出專案 讓客戶享有高額值扣金 還有亞太電信推出月租888元 購計價8888 但限量只有88個人 可以來排排看 然後我想說 不要昨天晚上來排 早上9點到的時候 也剛好88號很幸運這樣 看準果粉的熱愛 i8光是預購就已經飆高人氣 官網雖然可以正常使用 但有果粉發現 一大早蘋果商店居然完全進不去 畫面連動都不能動 疑似大當機 難免也被聯想 是不是因為湧入過多使用人數 才會系統故障 但即使這樣 還是糟不息 民眾熱情 昨天今天就來排隊了 我們前天來的 啊 他們前天來的 凌晨喔 怎麼會想到來排iPhone 8呢 這次iPhone推出臉部辨識功能 取代指紋解鎖 效果如何 就等果粉們拿到實體手機 再試試 東山新聞 蘇聰健張宏 輪廖豐祥 台北財本報導 方說 8個 8個 4個 速度 在